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一周是收难周 在今天周三祷告会上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从天上永恒的眼光 来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这疫情当中的苦难 教会刚刚是40天 有这个进食祷告 我们用的经文是 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那么今天我想就是 就这一节经文 给大家一些分享 其实我们现在的经历 和当时以色列人 非常的相似 当时以色列的人 是蒙神拣选 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但经常忘记神的真理和胡召 盲目的和邻国一样的 去拜偶像 于是神通过先知 祭司和各样的惩罚 使他们醒悟 并归向神 这是独一的正神 所以历代之下 所记载的其实就是 由大国败坏 并且败偶像的那一段 比较丑陋的历史 那么这一节经文 就是记载在历代之下 这一段 那么如果仔细看 这一段经文的话 我们发现有个关键字 若 还有关键字 必 用英文就是 if then 若指的是我们 作为神名下的子民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若是直辈 祷告 寻求神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然后神会怎么做呢 他就必然从天上垂听 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我们所在的地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 其实就是反思 我们在弱上面 做的是怎么样 然后同时 一种永恒的 和天上的观点 角度 来看我们现在 正在经历的新冠状疫情 这样病毒所影响的 这一个 瘟疫的一个现况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经历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2020年 我们骄傲的人类 遇到了狡猾的病毒 导致整个世界都经历了 好像到目前都是 无解的一个困境 有人形容 无论是中国 美国 还是全世界的 很多国家 这个时候都好像是 纷纷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很多地方都传出了 死亡的消息 我们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 当我们按下暂停键的时候 这是不是神 给我们思考的最佳时候呢 所以我们根据 这些经文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做的功课 到底怎么样 第一个 我们首先看到 他说若要自卑 我们要明白 什么叫做自卑 这里讲的自卑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相对于自信的 那个自卑感的自卑 而是指自己降卑的意思 用英文的意思就是 humble themselves 是指我们所有的 自人作为一个集体 都要去降卑 是神的子民 集体降卑的意思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如何做到 集体的降卑呢 一般来讲 就是两种方式 就是要么是 从别人降卑开始 要么从我们自己 将卑开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 神经上都说 我们都如羊 走迷 个人是偏行几路 我们每个人 不仅是偏行几路 而且我们都经常觉得 自己是拥有 对世界 对别人的一个解释权 所以我们彼此都希望 说服对方 显明自己是对的 那么这是一个 罪人的现况 也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现况 充满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明白 这行不通 所以如果叫别人降卑开始 这很难形容 所以正确的办法 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我自己降卑开始 从我自己先守规矩开始 从我自己先自律开始 第二个呢 我们既然是谈自卑 谈一个机体的自己的 是这种降卑 降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降下来 要变得谦卑 而不是要抬高自己 我们要看到 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 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高傲的人类 不得不地下高贵的头颅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 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的自卑上 做得怎么样呢 昨天 李牧师在大群当中 发了唐聪荣牧师 谈论为什么欧美疫情 这么严重 他重点起来 谈到两点原因 第一个他说 西方文化崇尚自由 并相信自信 三百年来 科学的进步 使他们产生一种 骄傲的自信 这种孤独的自信 导致没有好好的 防备疫情的来临 人不可以 过分自信 也不可以 掉以轻心 他讲第二个原因呢 他说是 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病 不需要戴口罩 这是一种西方人的傲慢 西方人 太过自信 也太过自由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非常认可 他的总结 我们的自卑 必须从自己守规矩开始 过分的自信和骄傲 高举个人的自由 都不是自卑的表现 其实在我们所遭遇的 任何一个困难和瘟疫的背后 都有神 他自己旨意和允许在里面 我们人处于其中 有时候很难看得出来 诗篇39篇第九节说 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处于理 我就默然过语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 更多是媒体和政客 他们中间是退卸责任 互相甩锅 彼此指责 更甚至有咒骂上帝的声音 这些都不是江碑的表现 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也不知不觉地 参与其中 我们这都要引以为戒 感谢神今天早上CNN的头条 有这篇文章说 What the rest of the US can learn from California 很明显 我们加州 在一开始就采取了 居家隔离 这个措施采取的比较早 然后我也相信加州 亚洲人比较多 大家都满守规矩 所以种种原因 让加州整个在疫情的控制方面 反而是在全美的角度 成为一个典范 我没知道 差不多500年前 在马丁路德 这个宗教改革家所处的时代 当时也发生了瘟疫 当时因为瘟疫 很多人死亡 所谓的政府官员 其实也让他去离开 但是马丁路德和他的太太 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要把他的房子 变成了一个 可以帮助很多病人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他也付出了代价 让他的女儿 伊丽莎白在中间就去世了 所以后来写了一个文章 就基督徒是否应该逃避瘟疫 他上面写了这句话 他说逃避其实本不可耻 但责任不能够忘记 那具体来讲 他说逃避死亡 使人的天性 这样的倾向是上帝放置在我们人里面的 所以只要没有得罪人和得罪神 逃避是没有被禁止的 那么把他的话用在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也包括 听说有很多年轻人 在外面还是要参加party等等 经常不知律 不受规矩 那么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讲 能用这种方式 不知律 不受规律 其实不是相信上帝 而是在试探他 当然他也说到了 就是说对一些公职人员 我们必须要 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否则也是一种罪 他说放弃整个我们本来被呼召去治理的社群 让他没有管理 暴露在各种危险当中 如火灾 谋杀 暴乱 以及其他可以想象到的灾难 都是一种极大的罪过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激烈 很多的医护人员 他不得不还工作在第一线 这个摆上 还包括很多的警察 和很多公职人员等等 这是马丁路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实引用到今天 我们是一样的 逃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 要有一定的资律 要守一定的规矩 要有一定的自卑 当然了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第二点思考一下 这个祷告的功课 他说你若要自卑 刚才说了 然后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把这三点其实就合在一起 祷告 寻求和转离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这个祷告 一定要悔改 就是祷告 那么关乎这个 祷告的这个功课呢 我们首先是进入到 旧约在民俗集当中 所记载的 关乎以色列人民 沿途埋怨神 惹了神发露的那一段 我相信可以成为 今天我们特别的帮助 宾俗集十一章第一节记载 众百姓发冤言 他们的恶语 打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怒气就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银的边缘 哇 这个节经文当中 让我们看到 人的这个冤言 恶语惹入了神 神怒气发作 宾俗集当中经常记载 神怒气发作的时候 有瘟疫扩散 有火焚烧 这个地方提到的火焚烧 直烧到银的边界 我们可想而知 这个火是如何 有远即近的焚烧 一直突然烧到 最近的地方 就烧到银的边界 突然就停止了 为什么它突然停止 在这个银的边界呢 第二节就说了 原来那个地方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那个地方便叫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原来在营地里面 老百姓和摩西 他们有真正的哀求和祈求 这是真正的祷告 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焚烧 让我们记住焚烧是止于 真正迫切祷告的地方 焚烧由远而近 只烧到银的边界 那么关乎祷告 我们教会非常感谢神 我们教会从这个 通过3月15号 因为响应美国的全国祷告日 我们在教会在线 有安静三分钟的祷告 其实从两月份开始 我们有近时四十天的祷告 四十天近时祷告完了 我们现在从4月5号开始 又有瘟疫中的呼求 神的子民 神的教会 做真正的祷告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 真正参与 在中间要学习 该学习的功课 关于祷告 有几点要提醒 第一个 祷告必须要认罪 那么我非常喜欢 3月15号 美国全国祷告日 葛佩尼穆斯 他的女儿安妮 所发布的 就是他代表美国 他求述十宗罪 判上帝转连美国 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罪 他是非常的胆大 但是他写的是非常的真诚 他说国民沉迷金钱酒色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预传的否认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第三贪婪的积累 国债数万亿美元 第四 骄傲的自满自主 自以为国家强大 否定来自神的祝福 第五是 依靠军事武器来保护国家 并非寻求神的保护 第六是 屈服与鼓吹多元文化的群体 转向敬拜别神 第七 寻求物质上的祝福 否定需要神 第八 以为物质财富能带来繁荣和幸福 第九 真理边缘化 谎言却成为主流 最后一点 国家分裂 不再遵守法治精神 哇 我们不会一条条的去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祷告 愿意去认罪的时候 是把什么样的坦诚给拿出来 面对我们的上帝 他是这样祷告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类似的方法 要认罪的祷告 第二个呢 我们祷告要学习的功课 其实主耶稣自己也是特别的教导 马太福音 祷告你们要小心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 他也特别提到我们的父在暗中是查看的 他必然报答我们 主耶稣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repent The end is near 那关乎这个悔改 其实我们在Cross的课程当中提到了 真正的悔改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个在理性上承认自己有罪 前面刚才也提到了 第二在感情上有一个忏悔 难过 忧伤和自责 第三 从意志上离职 不再犯罪 决心去弃绝 顽固的不顺服 并降服于基督的旨意 所以也就是说 祷告必须有悔改的行动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祷告除了刚才讲的要认罪以外 祷告需要跟悔改结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 今天有许多的祷告 也听过很多的悔改 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媒体 我们就会发现 哇 有的领袖和包括甚至基督徒 哇 在前几个小时大谈 悔改 祷告 后几个小时马上就参与骂战 哇 这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想人类过往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 比当下这个时代更加的悖利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决心 悔改 复兴 未来的时代也许更加的悖利 下去 我们彼此要相互的提醒 没有发自内心的认罪 表现与行动的悔改的祷告 神的路 难免都是游圆寂静的焚烧 神的子民要带头寻求神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也要将我们的祷告 能够从淫中带到淫外 兴起更多的百姓 到处呼求神 然后我们看神这一边 他说 如果我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取了一个题目 就是从天上永恒的眼光 看我们如何经过 这疫情中的困难 这个标题的原因 什么叫做从天上永恒的眼光去看 他说我便从天上垂听 from heaven 我们庄子 他讲到 他说四方上下 越雨 亡古来经 越咒 所以这个雨和咒 都是概括在其中 这个雨指的是空间 这咒指的是时间 这也是迄今为止 在中国的典记当中 找到的 与现代的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 无独有偶 神经上的使徒行传一记载 他将从一本元造出了万族来 使他们坐在大地上 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守住的将界 期限当然指的是时间 将界指的是我们所在的空间 然后神把我们放在整个大地上 那么这个大地上和神在天上 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其实在提醒我们 什么叫做在天上 那我给的定义就是 天上其实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这个纬度之外的一种永恒 这就是我们讲 要从永恒的观点去看 永恒的观点 是天上的观点 是超越时空的 我们从超越时空的角度 来看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苦难 我们这个星期天 我会讲到讲永活的盼望 会用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的经文 谈到有永活的盼望和存在天上的基业 其实希望大家都通过教会在线 我们一同去走进这样的一个经文 那么也是谈到要从永恒的观点去看 然后最重要的 我想其实神他不仅是从天上争论的垂听 他也特别提到要赦免我们的罪 其实神为了赦免我们的罪 他自己已经为我们现在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的苦难 他提供了出路 我们今天是收难周 这是收难周的周三祷告会 星期五晚上我们有特别的收难周的纪念活动 其实我们要特别的要明白 我们的神其实是理解我们的苦难 他更为我们的苦难预备了出路 以色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裂压伤 我们再去读这个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殿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基督徒因着信耶稣基督 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 造着神的大灵命 我们有了重生并且有永活的盼望 这个疫情苦难的发生 可以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更加思想和比较地上的苦难和永活的盼望 就会发现 神也是借助于这个疫情中经历的苦难 其实让我们更加珍惜 明白神救恩的美妙和奇妙 让我们愿意更加将眼光投射定格在永恒的国度 并更多的思想 神如何借助于这个疫情的时间 让我们学习如何去依靠他 荣耀他 最后第五点 他说要医治他们的地 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如何来明白神要追踪医治这整个地呢 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圣经就知道 从创世纪人犯罪之前 神其实已经颁布了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们人必须要管理地上海内的雨 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渗畜 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 所以管理全地 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 那么后来是因为人的犯罪以后 我们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都破坏了 那感谢神 他自己亲自的 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所以一切的救恩 如果要与神和好 我们都必须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格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 神内将所有的丰盛都放在 都住在爱子里面 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留的血成就了和平 使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 所以把这几节经文放在一起 我们其实就明白了教会 为什么我们不断地说 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神的子民 我们是要与上帝与神和好 然后也把与神和好的职份 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需要承担起福音的使命 带领更多的世人 去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然后一起同事人能够 负起管理全地的这么一个责任 所以最终要医治全地的话 离不开这个福音使命 要好好的去完成 所以要参与到神医治他们 医治我们的全地 我们不仅明白神已经是 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也要知道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也要参与其中 做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最近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这最近两周的 教会在线当中 我都是给大家做了 网络宣教五分钟 特别提了一个口号 就是说病毒无情 福音有情 接触不能 网宣可能 那么我分别是 讲的题目是网宣的时机 和入门的一个演示 然后我们如何在网上 为主做见证 我想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给大家一个提醒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不要忘记了 神照样是在这疫情期间 是做工的 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子民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 既然是器皿 我们都要为神去使用 我们不能在疫情的情况下 也按下了暂停键 相反 神在这个时候 其实要信其他的子民 我们要把这个播放键 要按下去 这个播放键就是 关乎我们能否通过 网络等新的手段 在这个时候 做不断的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不要辜负这个疫情的时光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爱神 爱彼此 爱您舍的使命 我们相信 我们既然因为这个使命 而带来的任何关乎 网络宣教等行等 都最终会成为得主奖赏 和赞许的美好的见证 李太志的这段经文 让我们再仔细地回味一下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就是李我 若是自卑 就让我们来自卑 让我们祷告 寻求神的面 让我们要转离我们的恶行 我们要真正地悔改 我们的神 他必然从天上垂听 我们从永恒的眼光要看到 我们的神 他其实已经是通过基督耶稣 预备了要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最终要参与到这个救恩 传福音的救恩当中 我们知道神最终是要医治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地 这个疫情时常都会过去 我们在这个期间 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福音使命 在这个中间 我们要好好地被兴起 求神赐福我们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